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们出来的第六天了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雨 海边那个浪声啊呼啦呼啦的 一个晚上咆哮着 生意真的很大 降温了 所以今天温度还比较低 都穿起了博的羽绒服 告别了我们住了三天的营地 让我们领略到了什么叫海风 感觉把人都可以吹走了 海风 我们营地里来了一个不树之客 花梨鼠 英文名字是cheap monk 一点也不怕人 自由自在地享受他们的生活 它移动的速度非常的快 它也有储存食物的习惯 当遇到可以储存的美食时 它可以把所有的食物塞满它的嘴里 带回自己的洞穴 储存起来 在外露营时 经常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 食物塞满它嘴里的形象 特别的可爱 是提供你吃饭的地方 还有一个购买纪念品的小商铺 假设整个公园动物的信息 很多人都可以看到 地质构造的行程 地质构造的行程 喝咖啡的地方 这些放的是空气 放松的 这就是这个公园最有特色的 公园有245平方公里 我们实际上用了是三天的时间 选择了公园的几个主要景点 主要两个营地之间的距离 也要开上十几分钟 山路不仅坡度很大 而且弯还很多 不是百分之十啊 还没有说到多少弯动呢 这是永远不知道 多么的斗 多少斗 原来这段路是昨天我们走小镜走过的路 今天是去公园的另外一个景点 你看这上面的房车隐蔽一片 出太阳的时候一棵树都没有 就这么干散 还堆满了那么多人 那么多房车 天哪 有几部车不是很多 说明我们是来得找的 小镜是可以骑车的 他会介绍这玩的 我们现在在哪里 这公园非常的大 这是我们昨天走到的端头 这是另外一个露营地 我们到现在今天在这儿 有一个这个方口 专门是给你放照相机的 这样就能照出跟公园明信片上一样的照片 你看 这里有专门租借这些游泳业滑板的地方 最好玩的还是有汽车的车子 由于我们计划是找小镜 所以没有租车的这个计划 这里景色美的就是水手玉举起来 就是一部大片美景啊 犹如油画一般美 沼泽呢 一般的沼泽地呢 都是淡水的沼泽 不知道 而这块呢 这个沼泽是咸水的沼泽 就是海水形成的沼泽 那说明这些植物耐严俭呢 左边是大海 右边是沼泽 一般的沼泽地都是淡水的 这种树上长满的这种绿色的植物 整棵树上都藏满了 整棵树上都藏满了 这都是海藻 海草 水位下降的很快 说明晚上的时候水位到这个位置 现在已经下降到那个位置 哎呀 我们没有租一个这样的车子骑 它怎么骑个来回呀 是1.4公里 生长着本部属于这个地区特有的植物 这里终于有很多野生的蓝莓 其实野生蓝莓很小 看到没有 像绿豆那么大 碎片小茎最大的特色就是遍地的蓝莓 我叫它蓝莓小茎 一路上都是蓝莓 一路上都是蓝莓 哇 全都是蓝莓 蓝莓小茎 看看 遍地的蓝莓 说明蓝莓很容易生长 在这个地方 哇 这个蓝莓稍微大一点 除了蓝莓就是遍地的这种苔藓 一路上全都是这样的蓝莓 蓝莓小茎 还有这红色的果子一样的植物 叫什么名字 我查下去回去 还有这种深蓝色的果子 他们有一个房子提供的是关鸟的 可能是还是关什么的 那它关什么呀 还保护得这么好 哦 鸟的季节过来了全是鸟 真的吗 那这就是关鸟的地方是不是 你要拿长桶你可以找得到 哦 现在是过了那关鸟季了 如果是有鸟的季节的话 这会全都是鸟是不是 海鸟吧 我觉得沼泽的地方是一定该有鸟的 你看远处还有亭子 看一看谁是岩水 这是岩水这样子 嗯 那就是海鸟 这红颜色的小果子 哎呦 蚊子咬我了 这一片特别有特征 一片全都是这样的蓝莓 和这边特有的植物 一片 撑去一片都是白色 你就说到时候会变颜色 就变着白色 是不是 这夏天是它的休眠期 看这松树开花 种子 是这样的 多漂亮 沙漠地质的植物 你看看 松树要在这里长 真不容易 这是典型的沙漠地质 全都是沙子 左右边长满的这些苔藓和小的松树 然后就有蓝莓 全都是一路的蓝莓 还有其他的果子 我们这算是走到了这条小镜的尽头了 尽头就是海 很多树木堆积在海边 这沿路 这公园里面沿路都修得非常的好 这儿的沙就比较细致了 不像我们露营的那样 这儿的沙满都是石 额暖石沙滩 这儿的沙滩就是细沙形成的沙滩 圆绵起伏了沙漠 和海岸线 崖壁沙滩 这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每个桥桩都打成这样的一条一条的印子 远处的海景小屋 这是国家公园的吉祥物 碧尔 这都到了大城市了 这有的还有卖车的 你看哪有车最多 你就往那拐就是麦当劳了 哇这么多人来卖东西 还有一元店 这就是这个小镇最大的购物中心了 是我们路过路上唯一一个有麦当劳的地方 有麦当劳的地方 我们就想着是进入了大城市了 是相对而言比较大的一个镇 可以在这购物 魁北克来的麦当劳的普厅里面都可以加肉的 有牛肉的牛肉和什么呀 安年 安年 哦 牛肉和安年的 洋葱 对对牛肉和洋葱的 这是到魁北克的普丁 在多伦多是吃不到这个的 麦当劳还有不同区域的不同 我最喜欢吃这个普丁里面的起司 好吃 告别了 我们购物的小镇又要继续出发 这追着巨石而来啊 还有25分钟到我们要露营的地方 天老爷 当然 这景色 这不懂的 在那个应该能看到 没有 这个世界好 哇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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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真是一个巨石 离着那个岸边远远的 我们一天就严着那走一圈 我属于 这里有很多房车录音地 哇 这有卖原液拿根雕的作品 拐棍各种根雕都有 这是一个小镇 很多moteo 来着旅行 不用露营也非常的方便 沿途很多酒店和汽车旅馆 哦 这有看片的营地 这不 由于我们出行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没有提前在网上购买 明天去鸟岛的船票 而且查询天际情况是明天忧郁 所以我们今天在云地注册以后 再回来确定明天邮轮的行程 你要走路过来走20分钟 可以啊 可以 这有那么多玩的 明天下雨咱们就到这来走 哪也不去 也挺好的 这是一个旅游城市 就这一个大石头带住旅游 这是不是fairy啊 得到的回复是由于天气情况的不确定 而需要根据明天的风数来决定是否能出海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能够买票 为了减少麻烦我们明天的根据天气的实际情况 再到售票点临时决定 只能祈祷明天的天气情况不要太糟糕 因为我们在这计划的时间只有一天的时间 沿途看到这么多的旅馆和酒店 还有礼品店 上面也有好多营地 但是我们选的那个 那个呢 整角度好 这看过去角度不好 知道吗 对 看看我们选中的营地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方向是这个石头的正前方 远处这个巨石呢 它以前是有两个石洞的 已经坍塌了一个石洞 现在只剩一个石洞了 我最喜欢的后面那个 还没有连接的那个小岛屿 悄悄的山顶上有一个房子 可能是什么酒店还是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 教堂 A33这个营地就是靠的这个大海边 这边靠的海边的一流是没有水没有电的营地 所以这个营地非常的抢手 上面就是房车营地 没有想到是这一棵巨石能把旁边的 这个沿着海滩边的 这小镇带的生命那么新龙 沿途过来的时候 很多这些什么 就是 礼品店啊 酒餐馆啊 还有motel啊 都在底下 但是我们觉得 我觉得 我们觉得这个营地的位置 是最好的这个位置 正好就对着这个石头 感觉我们吃饭的那个桌子就对着这个拱门 后面的某条就是岩石了 这么多的房车 说明房车旅行也是这边的主流 也想不通 这庞然大物在我们这面前 这么巨大 不知道何时何日 就一个拱会没有 三个拱 现在只剩一个拱了 这海边的风景真美 沿途全都是这种粉红色的银花 哦呀 这以前是有三个洞的 现在塌了 现在只剩一个洞了 一百多年前塌的 对啊 这个房子没建好大沙风景 我喜欢看这像小岛上的房子 更美 好 这某条离的这儿非常的近 白花衬托着这儿巨石 这儿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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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每到一个高度所呈现出的景色更加的壮观 这是第二层我们将要爬到第三层 随处一拍都是一幅海边景色的绚丽的油画 这里讲述了这个岛是怎么形成的 浪大的时候把两边的桥都给吹断了 路给吹断了 冬天海面结冰的时候连车子都可以到这上面 说明这冬天很冷啊 美丽的景色 这是一幅明信片吧 三点上拍的 这个营地的A5点是一个毫无遮掩的无敌赏景点 面对这颗巨石 明天太阳就从这个方向升起 这风向是从这边往那个脚上吹 所以我们营地的风并不大 营地是风平浪静 而码头那边是 主要的风口都在那边 天色已渐渐暗了下来 已经看不到远处的巨石了 但是巨石小镇的灯光依旧散亮着 点缀着这个海边的小镇 这个营地没有想象预定的那么满 可能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还没完全恢复吧 很多营地位都是空闲着 所以这里还没人在意 感觉中鬼是为什么 双瓶子的灯光依旧 或它的焦力 声音 蓬洋